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讲的故事是 嫁给乞丐的公主 古印度有一个国王名叫波斯尼王 他是一位贤明的君王 波斯尼王有三位公主 大公主叫金刚 长得非常丑陋 不敢和人见面 因为怕人家耻笑他 二公主叫善光 三公主叫婆陀 很小就离开了父母 所以波斯尼王与皇后 最宠爱的就是二公主善光 善光公主 天生丽质 贤淑聪慧 受到王公所有的人尊敬和喜爱 一天 波斯尼王对她说 你是因我的王位 而受到了全国臣民的喜爱与尊敬 出乎父亲的意料之外 公主却回答道 父王 这是我自身的福报所致 并非因父王您的缘故 国王反复问他三次 善光公主都是一样的回答 波斯尼王一怒之下 将善光公主 嫁给了城内最贫穷的乞丐 并对她说 如果你不依靠我 而是坚持你自己有福报 从今以后就能验证你说的是否是真的 公主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 说吧就和贫穷的驸马一起离开了王宫 善光公主问起驸马父母的情况 得知他们都已经去世了 驸马因为无依无靠 所以生活艰难困苦 公主得知 她还有一座破旧的宅院 于是和她一起回到故宅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他们来到故宅后的一天早上 院子里的一块地突然塌陷下去 地底下埋藏的珍宝自然浮现出来 有了这些珍宝 他们开始请人修建宫殿 不到一年的时间 宫殿修成了 非常气派 家里雇佣了几百个奴婢和仆人 一天国王很想念善光公主 于是问侍臣 我的女儿现在生活得怎样了 侍臣回答说 公主居住的宫殿 享用的钱财 不逊色于我王 波斯尼王听说后 当然不相信 于是赶紧命令侍臣 带她前去探个究竟 当她看到善光公主 和驸马家里的变化时 震惊之余 明白了一个道理 感叹地说 佛的话是真实的 果真是自作善恶 自受欺报 国王受公主邀请前往复宴 看到公主所住的宫殿 如此辉煌气派 不雅于自己的王公 再次感叹地说 我的女儿自知有福报 所言真实不虚 于是她又重复说了一句 自作善恶 自受欺报 波斯尼王所处的时代 正是释迦牟尼佛 住世之时 于是国王就前往佛陀处 询问善光公主 今生得到福报的因果 佛陀说 过去嘉业佛住世时 有一名女子 想要用饭菜供养她 但她的丈夫阻止她 这名女子说 不要阻止我 因为她发了善愿 一心供养嘉业佛 她的丈夫听从妻子的话 最终完成了供养 当时这对夫妻 就是今日的善光和她的丈夫 因她的丈夫曾经阻止妻子的善愿 致使来生经常贫穷 但因她听从了妻子的话 所以今日又因为妻子的善愿 得到大富贵 佛的解说让大家明白了 善恶就像人的影子 不管轮回转生多少事 始终跟随着 从来没有错过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 如果您喜欢这些故事 请订阅 谢谢